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华语整点新闻 我是凌蓉 先来关心这节的新闻重点 列院强行通过服帽协议引爆不满 大批学生霸占异常 而且人群是越聚越多 扬言继续抗争 剥价拼命涨 南部不少知名便当店都涨价了 像是台南的永乐烧肉饭 店内所有品项都贵了 五块钱 网航行踪沉迷 一般机上有18名来自中国的知名画家 画展主办人想到生死未卜的朋友 忍不住梗店 首先来关心立法院爆发 台湾国会史上首次学生占领议场的事件 因为不满国民党将服帽协议送入院会存查 在18号晚上 上百名学生冲破警方防线占领议场 一直到19号人数是只有越来越多 预估超过千人 常委群情激愤 提出马英九道歉 将以化下台退回服帽三点诉求 也扬言抗争将会持续到周五 放逸学生霸证异常 瘫痪意识 连立法院的委员会都开不成 立法院长王金平 却几乎神颖一整天都没有到立法院 但是他坚持不肯动用警察权 以强势方式来清场 不过马总统出席国民党中常会时 他依旧强调 本期服帽协议一定要过关 也等于是拒绝回应这些反服帽学生的诉求 上千名学生占领国会 原本19号上午有五个委员会要开会 是临时取消 不过经济委员会因为通知太晚了 部会首长们到立法院才知道取消开会 其中白跑一趟的国发会主委 管中敏离开时选择不行 还被学生呛下台 学生骂战令愿一场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 学生反服帽黑箱 声援行动白白款 有网友自制浅显易懂的反服帽懒人包 告诉大家反对的原因 也有人将立法院的现场实况上传到CNN 要让国际看见 不过有的人却很做自己 难得进入国会殿堂 竟然是抽烟喝酒玩轻轻 照片被放到脸书上 引发讨论争引 欢迎到头条继续带您关心民生议题 物价涨潮汹涌 南部不少的知名便当店都涨价了 全台有49间分店的泰式付便当 已经动涨20年 7月1号起 有三片之一的品项都要调涨5块钱 而台南有名的永乐烧肉饭 店内所有品项全都已经是涨了5块钱 烧肉饭一碗从60块变成65块 最近吃东西常会觉得三餐都变贵了 有些业者虽然没涨价 不过却被消费者点名分量缩水 像是铁路便当 排骨标榜有100克 不过实际测量只有91克 业者表示是烹煮过程中缩水 另外还有连锁冻饭 以及连锁挂包店也被点名 最近去吃肉的大小都变小了 等于是变相涨价 肉涨了 蛋价也是掌声响起 鸡蛋的批发价格在创历史新高 占上每台金42元的新高点 涨价的原因除了温差大 鸡蛋产量减少之外 近期的鸡株双涨 消费者不买肉 改买单价相对便宜的鸡蛋 就连外观不是那么漂亮的鸡蛋 店家也舍不得淘汰 尽管卖相差 但是打蛋后做成料理 吃起来都一样 来看连夜市小吃都变贵了吗 花莲最强夜市有一个摊位 卖着一串299的草莓糖葫芦 怎么会这么贵呢 把它拿来和一般的草莓比一比 size是足足大了两三倍 夜市表示这种巨无霸草莓产量少 有时候以假地只摘得到两三颗 量少要价当然就高 大量预告带您关心 反风貌学生攻占国会殿堂 有人拆了立院排扁 排班立委抽屉 目前监禁已经介入调查 学生们可能面临行事追溯 一个碗能值多少钱呢 竟然有人拿千万跑车来去换一个碗 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告诉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心马航神秘失联事件 机场被调查出来 原来他是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安华的姻亲 安华坦诚 他跟机场有见过几次面 但是否认这个跟科技失联会有关系 外界揣测这个机长 会不会是因为政治动机而破坏飞机 但是安华痛批 被审先判根本就是抹黑 马航正机长在家里摆放一台飞行模拟器 引发外界好奇 那记者找来前副机师现场模拟 原来飞行模拟器通常由摇杆和脚踏板组成 价格从上万到百万不等 可以真实模拟各种机型 恶劣天后甚至是各国跑道 飞行起降所需要调整的仪器 虽然看起来像在打电动 但其实相当转眼 马航行动沉迷 这次在马航班机上 还有18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知名画家 他们是来马来西亚参加画展的 主办人回忆起来 雨带哽咽直说 当时大家还兴致不活的说要回大陆相见 没想到一转眼生死未卜 好持续关心反服貌学生攻占国会殿堂 物资支援随后就到 食物水还有宵夜是不断的送进场内 有人在议场内喝起啤酒 还有人拆了立法院的牌匾 砸了议场内的设备 甚至还翻立委抽屉等等 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 激烈抗争的代价 有可能在事后面临刑事追溯 这次令院318占领行动 是由10个社营团体的 食人小组策划而成 他们长期关注社会运动 像是红仲秋案 大破案 文林院等等 发言人黄玉芬去年就因为 福茂黑箱争议带同学到立院抗议 至于这次带头闯立院的清大学生陈维婷 之前也因为丢苗栗县长刘正宏鞋子 吃上官司 台南市长赖清德19号 亲自北上宣传2014年台南艺术节 不过被问到针对福茂协议粗暴闯关 学生攻占立院议场 赖清德呼吁马政府得要放弃强度官筛 身自反省 而被问到竞选连任 面对的是国民党提名的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 他低调不愿多做评论 一个晚能值多少钱呢 就有人拿千万跑车去换碗 原来是一艘超薄陶瓷著名的陶艺家黄振南 因为有企业家欣赏他的作品 提议拿自己开过的千万限量超跑 希望可以换他被星云大师摸过的作品 那因为这位艺术大师也是车迷 于是就答应了这个提议 拿碗换车 让朋友直呼很羡慕 进口超跑最迷人的魅力之一 就是酷炫的造型 尤其有些车款是采用杂刀式设计 超级吸睛 现在有国产车主替自己的爱车 也改成这样的杂刀式车门 国产小车瞬间变成浓浓的超跑 FU相当的吸引人注意 不过车主强调呢 改成这样没有破坏车体结构 而且纯粹是把车用来展示用 单纯以车会友 到底这样的改车是怎么改出来的 实际来到桃园这家修车厂 也只说他们是比照国外使用一种特殊的玻璃纤维速度 这样子可以增加车体刚性 还可以塑造出特殊的空力套件 就连不少超跑车主也过来改车 就是希望自己的爱车独一无二 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台 娱乐消息来关心艺人陶金莹 最近魁为八年发片 还拍摄性感MV扮成OL跳腋下舞 因为这个舞蹈特地设计高举手臂露出腋下的动作 逗趣舞步引发热烈讨论 陶水还说这个舞很适合上班族 因为很舒压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小天后蔡依林因为知名度高 肖像权经常被盗用 最近粉丝在网络上就发现 她拿着脱毛膏以为是有新广告 仔细一看手臂上贴的纹身贴纸 却是啤酒广告才发现被移花接木了 那其实过去酒令也曾经被日本情色业者 盗用肖像拿来当洗澡妹的广告 好另外来关心发生二党重物车事件之后 奇迹大师就此身影 不过他的四位门徒倒是照样活跃 脸书是到处打卡还一块聚餐 火锅店的员工也私下证实奇迹大师赖俊吉 经常出现打扮光鲜亮丽总是吸引人注意 另外在演讲课程中还声称要战胜学员恐惧 在众人面前拖火把 如此夸张的演讲效果也实在让人看傻眼 那你看到这小偷也太倒霉了 台中一名失业的罗姓男子发现一台闲置的鸡排餐车 竟然把别人的餐车推走 说要去卖鸡排 主人发现餐车不见 报案找到了罗姓男子 他要把餐车归还 不过车子却不见了 最后现金赔偿和解 比买中古餐车还要贵 而且还剁了一条怯到嘴 那您关心高雄出现泼酸怪客 这是一名张姓男子骑车上班途中 在中山凯旋路口停红绿灯时 遭人呛一句年轻人骑车骑很快 接着朝他泼洒弱酸一体 被害人当场觉得眼睛和皮肤刺痛红肿 索性送医后没有大碍 但是泼酸怪客还没抓到 也让民众担心成了下一个受害者 广告后那您关心雷声巧克力风迷到台湾 但巧克力师傅眼中成分可不够纯 像是北海道限定的白雷神 因为少了可可粉含量 根本不能成为巧克力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详细内容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最近很夯的雷神巧克力 从日本风靡到台湾 但巧克力师傅眼中 雷神巧克力的成分 可可粉和可可汁的含量较少 香气会比一般的手工巧克力差一点 而且北海道限定的白雷神 因为少了可可粉的含量 根本不能成为巧克力 来看到一群平均年龄 70岁的爷爷奶奶将踏上加拿大 展开为期21天的单车行 从温哥华到旧金山 挑战2000公里的路程 也是成余之一的 93岁的蒋爷爷 即使全身是病 还患有帕金森症症 也坚持要参加 要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人老心却不老 卡诺电影正在热卖 票房突破两亿 还引发国内一股卡诺热潮 不过负责提供史料的 嘉农校勇会荣誉会长蔡武章 却因为商标权 被电影监制未得胜 抢先注册 双方插点撕破脸 告上法庭 还好经过双方沟通 最后达成协议 将注册权 转让给嘉义大选 以上就是这节 环宇整点新闻 稍后也请您持续锁定 环宇新闻二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